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她回來了 她遇上了一段插曲 在跑行程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這個太陽出現了日暈的現象 結果太陽周遭有這個光圈 當地的農民就穿鑿附迴的說 天有意象 台灣會出女總統 結果蔡英文聽到了這番話 她只是笑而不答 就連蔡主席都指著天空 難不成真的天出意象嗎 現場民眾不斷鼓噪 讓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笑得何不攏嘴 原來太陽旁邊圍了一圈光圈 農民說是天出意象了 因為蔡主席要變成蔡總統了 聽到意象說 蔡英文沒有正面回答 但事實上這所謂的意象 就是日華現象 透過雲層反射的光圈 就像是下雨後的彩虹 利用光影折射的原理 平時透過淋漓看太陽就能看到 其實相當常見 我們現在最優先的還是把我們的 這個競選的架構跟競選人士布局 把它完成 蔡英文原本到苗栗要跟農民搬乾淨 沒想到發生這段意外插曲 雖然小英主席沒有正面回應 但此刻的心情全都寫在臉上 中天新聞彭志明 苗栗採訪報導 好 到底是不是天有意象呢 還是要聽聽科學專家的說法 來看中央氣象局的預報員 黃春喜他解釋了 他說這其實主要是四五千公尺高空 有高積雲或者是卷雲 懸浮在大氣中的冰晶呢 在光的折射或者是反射之下 形成光環或者是一個弧狀啊 常常出現在艳陽高照的中午時刻 代表濕度暴增 天氣即將轉換 好 大家都聽得懂嗎 好 所以不是什麼天有意象啦 大家不要想太多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個小時加入我們的新來賓 是資深媒體人陳東豪 歡迎你 東豪 大家午安 好 這一鴻哥剛剛有看到 這個大家都很熱鬧 在那邊討論是不是天有意象啦 不過最起碼看得出來 在那個場合 這個蔡英文他蠻受到 這些現場民眾的歡迎的吧 因為他去那個場合就是 支持他們的場合嘛 就是他們的場子 民進黨在支持那個農民抗爭的 去那邊 什麼反正穿著互惠 我最不相信這個意象 你說那時候民進黨初選的時候 蘇丹昌家裡不是鐵書開發嗎 家裡墳墓還是什麼鐵書開發 穿著互惠什麼黃和青啊那些 我覺得講這個意象都沒有用 那在這種實力很接近的時候 這個比較比較 意象說這個就是很難講啦 那麼有實力懸殊很大的 你說那個根本選不上的 再多的意象給他 冰爆成都下在他家裡 他會當選嗎 他也不會當選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舉也不能說 完全都沒有意象 要不然就太凝重了 沒有什麼輕鬆的話題啦 那蔡英文台灣會不會出女總統 我覺得這一次機會是很大的 因為民進黨選總統這次 民調能拉得這麼近 在選前就拉這麼近 陳水扁進去連任的時候 在選前民調都輸很多耶 蔡英文這個民調拉得這麼近 當然你說他會出女總統 不離譜嘛 不離譜 不過說到這個所謂的 是不是會有女總統 好像這種說法 也不是第一次聽到了 來我們來先看一下這個 民進黨他們所公佈的這個民調呢 這是6月12號民進黨他們的新聞稿 所做出來的一張手版 那觀眾朋友我們來看一下 在支持度的部分 這個就重點了 是蔡英文她有41.3%的支持度 而馬英九則是40% 所以呢這蔡英文是為福領先了1.3個百分點 在20到30歲無固定政黨的族群當中呢 蔡英文她就領先的幅度是比較大的 有55.1%有超過半數 而馬英九只有33.5% 但中部區域中張頭我們看到呢 你看這兩者之間的差距 大約也有3.6個百分點 蔡英文是有拿到41.7% 從這樣的一個結果呢 那麼民進黨方面他們自己的解釋 就是說蔡英文她能夠領先馬英九 那麼最主要的呢 是在這個中間選民和中部選民 是做這樣子的一個定調 我想請教一下沈大佬你的看法 我先來講天油一項再講民調 我認為溫度暴增天氣轉壞 這是一個科學的講法 我完全同意 但是不應該講講壞啦 因為如果開始要下雨的話 對一個飽受旱災之苦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好的 所以應該講天氣變盤 而不是天氣轉壞 因為開始下雨 不一定是壞事 但是呢 我覺得台灣就是充滿怪異論神 這個跟先進來有關係 我想講民調 我覺得這個民調 民進黨的民調 它有一份一種自己修正的規矩 比如說它的取樣裡頭 有哪些是要多加一點 減少一點 它特殊的就好像友台 它有特殊的修正的辦法 所以我認為它這個民調是真的 但是民進黨過去的習慣就是說 民調如果對它不利的話 它按下不表 對它有利的話 它就會對壞公告 因為這個有激勵的作用 比如說我們現在你看三個 就是說這個 那個什麼 年輕人啊 這個中部啊 它是微負領先的 它都告訴大家 但是它也承認在桃柱苗 它是落後的 但是桃柱苗落後多少 它有沒有向大家報告 我不曉得 有 也有 落後蠻多的 所以統統講起來 我覺得這份民調是真的 但是呢我不太同意 這個國民黨發言人 蘇俊斌的回應 因為蘇俊斌其實蠻聰明的 而且蠻會講話的 我覺得他犯錯的機會非常少 但是他把這個民進黨的講法 當作是一種文宣啊 當作是一種勞梗啊 我覺得蘇俊斌其實大可不必這麼講 他應該講說 這個有可能 那我們引以為戒 所以我們要更加努力 尤其是前副前院長 所擔心的那些不肯出來的投票 要好好看這份民調啊 你看 對不對 你再不努力 再不振作 這個民調就會最後六個月以後 就會當真 就會當真 我覺得這樣講 要比把整個數目字 當作是民進黨的文選手段 我覺得要來得聰明一點 那就是要提前先趕快說告急 然後要催票嗎 創下一載點頭 我覺得是部分是有告急的說 但是你告急這兩個字 不來自你的嘴巴嘛 我現在先講一下 還是講天有意象 所以這個禮拜四 六月十六號 馬英九和蔡英文 千萬在晚上不要出來 因為如果根據這種穿著附會 這個禮拜四有月全食 天狗十月 誰出來 誰就是那個帶來這個 因為天狗十月 自古以來不是好的東西 而且這是五個半小時 所以如果相信這些意象 不過這份民調 如果我相信民進黨的民調 因為他們其實是非常的誠實的 而他們在民調公佈的時候 他們是有選戰策略的 因為現在還剩半年 所以他們在裡面 其實是給他們所有的支持者 一個動員令的方向 而如果看這份民調呢 事實上這份民調代表著 如果明天投票 蔡英文輸了 這才是他們要出來的一個 為什麼他們要把危機訊號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說 歷年來的選舉 二十到二十三十歲的人 投票率過兩成 幾乎就已經是 年輕人的高投票率 所以蔡英文這邊贏這麼多 到時候低投票率 又在這一塊 是最有機會的 那蔡英文總體只贏這麼多 所以蔡英文就輸了 所以他現在出來的時候 就是桃竹苗 然後三十五到四十五 民進黨其實在釋放這個資訊 給他的支持者 去拉票 所以看這個民調的時候 如果至於蘇晋拼呢 那我是覺得他們其實也是 看民調 因為最後的投票 看民調的時候 這時候不在這邊喊的是口水戰 而是每個民調裡面 下一步的動作的意義 是怎麼去做下一步 最的動作 比大家喊口水戰有意義 不過一般的選民 其實只會看這個 41.3跟4十之差 就是差很小 1.3個百分點 所以東豪你的看法 你覺得這是不是真的 到現在這個差距真的很小 所以真的是一場肉搏戰 如果是明天就投票的話 那當然要恭喜蔡英文 如果明天 但是問題投票不是明天嘛 所以其實 其實我們這場選舉 你在看的話 不能用2008 因為2008民進黨 是在谷底的狀況 然後各方面條件 都不利於民進黨 未來這場選舉 你比較好的觀察指標 可能要借用2004的情況 到2004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陳月畢的民調 本來是輸在連送的 可是我記得那時候 馬友誠 當時總統府的 我忘記還沒有 副秘書長 我問馬友誠說 講過一句話 所有的一切 阿畢的所有選舉 一切準備 是為了320 哪怕319投都會輸 就有人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啊 319的時候 動員的車輛 都還沒到定點 投票是320 所以那個時候 動員的車輛 各種系統 都是為了320 而準備好了 那你在看民進黨 民調的時候 其實 如果 如果是一個不好的民調 他大概不會是這個時候 拿出來用 一定是好 他才會拿出來用 可是如果你在看 這個民調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隱憂 也就是在這裡面 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同意說 大台中地區 就中台 台灣是未來 2012的決勝點的話 以蔡英文目前 事成多一點點的支持 的那個支持率 是不夠的 因為 國民黨的內部整合 還沒整合好 也就是馬英九的3成8 在於 中部的地方派系 這個整合 還沒有被納進來 如果地方派系 真的能整合 再加進來 兩邊的差距 應該還會有變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在看蔡英文的時候 民調這段時間的民標 都是參考指標 那我同意 前面大家所講的 這基本上對於 比較支持蔡英文的 或者是綠的 還有基地勢勢的作用